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宜兴移动式水纸宝 这个箱子的外体它有一个手把 你要出去的时候可以直接提着手把 就拿到你的余温去测量 拿到时你可以直接这样打开 里面给你们介绍一下它的产品 它有两支电极 一个是PH酸碱的电极 还有一个ODO光学溶氧的电极 这是本体 本体它是直接是用充电室的电池来供电 那你收到时你先打开电极 这是光学溶氧的电极 这是酸碱电极 这是酸碱电极 VNC接头是接酸碱电极 直接把它放上去旋转 把它旋转就紧了 光学溶氧电极它是mini dim 这里会有一个箭头 箭头对着蓝色的箭头直接插下去 把它插紧就可以了 再来就是把它打开电池盖 我们直接装上电池 红色是开关直接按开关就可以直接开启 那它会暖机 暖机约大概要一分钟 所以你等候等全部的素质出现的时候 就可以去量测 当你要收藏的时候 PH电极是要浸泡在浸泡液当中 当你要量测的时候 请把它打开 把它旋转开 旋转保护盖 那里面会有浸泡液 可以先放在旁边 对 可以先放在旁边 那这就是我们要侦测的 光学溶氧它的盖子这里 一样它是朝着箭头直接转 把它转下来就可以 那一样这个先把它收好 电极量测 请注意 这里有一个玻璃球 这是最重要的感测头 当你要放到水温里面的时候 请注意不要任意去敲到 那如果这个电极头破了 整支的电极它就没有公用 就要更换新的 所以这要注意 那光学溶氧 它最重要是这个中间的膜 一样的它也不要碰触到尖锐的东西 或者是被岸边的岩石去刮伤 所以这两个部分都请要注意 开机的顺序 如果你还没有先插上它的接头 那它的数字就会有乱跳的情形 暖机后 这是设置暖机的画面 但这个是你还没有插上接头 电极的接头 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 你就记得先把它插上电极接头 pH是BNC接头 把它插上去之后 顺时针把它锁紧 光学溶氧是mini dim mini dim这里会有一个箭头 对上本体的蓝色的箭头把它对准 直接插上去插紧插到底就可以了 那你看到荧幕上它现在DOO的icon在闪 就是它表示它现在在读取它的数值 每40秒会读取 40秒去抓取资料 所以每40秒完之后 会轮跳到另外一个的参数 当你要使用时如果超过15分钟以上 本体有一个设置就是可以15分钟断电 请你先按住锁锁键 再加红色的电源键 当荧幕出现NSL 就是开启了骨断电的功能 pH电极在保存的时候 会泡在4Mode KCL 也就是绿化钾的里面 当它在这个浸泡液里面的时候 毒质大约是7点多至8出头 这是正常的 那它的功用就是为了让你下一次 它的灵敏度反应是更好 所以它要浸泡 但是当你如果不浸泡的时候 你记得一定要把电极清洁干净 光学融氧它在空气中 它的毒质大约6-7MGL 那温度它是在光学融氧的这一支的电极里面 那温度会随着你现在在空气 或者是在余温的水温会不同 当你的温度不同的时候 毒质也会不同 我们的电极它是在线 是非常坚固的 而且是非常好的电极 不像一般的电极 溶氧跟光学融氧最大的差别在于 光学融氧它不需要更换薄膜 也不需要去添加电解液 那校正的方面 它很少需要校正 除非是真的是已经有偏差值了 你只要在水面上2公分校正即刻 当你需要量测时 请先把酸碱的电解液的浸泡液 我们先把保护盖先取下来 把它放在另外一边 小心别打翻了 在量测之前 你可以先把电极先冲干净 完全的冲干净的时候 再放在你的量测值 移动式水质宝的优点就是 你可以不需要到你的很多的余温 你可以将你的代测余温 假设你有10个余温 你把10个余温的水先把它装起来 放在旁边 你一个一个的去量测 你人就可以不用去随意的 去走动到10个余温 这样子的量测会比较辛苦 可以这样子的使用 假设这是你的A匙的余温 你就直接刚才冲洗完毕之后 把它放进去 光学融氧也是把它放进去 本体会直接显示你现在的毒质 当你的本体你看到它现在是PH在闪烁 表示它现在在读取PH值 每40秒会轮替一次 现在PH值已经读完了 它现在在读光学融氧的毒质 现在是电极的注意事项 当我们PH放进去之前 请你小心它的感应头感测头是玻璃球 那在玻璃球放进的时候 请轻轻的放入 以防它的玻璃球被打破 光学融氧 它是用光学的去侦测 请放下去的时候 请不要是垂直的放 或者是塞住任何东西 请放入的是以45度的放入 这样子可以量出来的值是非常的准确的 这完毕我们要清洁电极 为了是下一次使用会更好 PH电极拿起来之后 一样是要冲洗干净 最重要是它的感测头 把它清洁干净 在清洁电极头最好是用纯水 若你不方便取到纯水 你可以拿干净的自来水冲洗干净 外表先冲干 里面的感测头也要冲干 冲干之后 请拿卫生纸 轻轻的用吸的方式 再把它再放回 浸泡液的保护盖 把它锁紧就好了 记得它就不会浸泡液会流入出来 如果万一它的浸泡液不顺打翻 我们也有附浸泡液 你可以把它添加进去 一样是做保存的动作 光学溶氧 它也一样用清洁 清水 纯水把它清洁干净 一样用卫生纸 用按压式的 不要用擦的 直接用按压式的 再套回它的盖子 保护盖 直接把它套进去锁紧 就把它 光学溶氧清洁完毕 请把它再套回它原来附的保护套 这样就是保护好 这样就是保护好 每个的电极都拔起来 ODO 光学溶氧的是直接插拔 酸碱的是逆时钟方向旋转拔出 这样电极就拔起来了 本体的侧边有一个MAC码 它是一个蓝牙的身份证的号码 那它这是为了到时候配对使用的 电极 光学溶氧测身 线身也有一个号码 这也是为了保护用的 所以请收到后 不要把这些需要的数字给拿掉 请保存好 当你电池没有电的时候 我们附的是很随时可以充的USB线 正把它拔起来之后 你在外面的时候会有一个行动电源 它附的就是USB线 你可以把它插在行动电源 侧身底部有一个插头 那它有分短头跟长头 你记得按着它的短跟长 这样插下去就即可 三颗亮绿灯就是表示已经充饱 这附的都是充饱的电 当你电源没有的时候 你在充饱的时候 它会每一颗都会去跑 跑到三颗的都是绿灯的时候 就表示它是已经充饱了 那如果这条线不慎的移植了 你的手机也是这样子的 的接头 AB接头的时候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使用 只是方便的充电 当你量测完 你准备要回去的时候 你可以把所有的机器设备都收藏起来 本体恢复了一个皮套 你把它放在里面 电池充电线都放好 这容易下次在使用的时候好找 拉链把它拉起来即可 如果你是长时间要使用 每一天都要使用 或是一天要使用很多次 你可以把它直接装回原来的盒装 或者是你直接用这个泡棉当保护的 直接把它放在整个的手提盒 只要小心不让它去碰撞 保护好即可把它盖住 那这里会有负战是比对的 酸碱的7跟10的比对益 结果有负酸碱的比对益 pH7跟pH10 当你要量测时 你想要知道你的电极是否是准确的 你可以把电极装上本体之后 先从7 可以把它放到7里面去量测 去比对 当你放在7的时候 它的值会是在6.99或是7 这就表示你现在的电极它是准确的 就可以直接放在你的代测液 就是余温的水去量测 通常会去比对两个 通常7跟10 当你觉得素质完全是超过很多的时候 本体很容易的有简易型的可以校正 那到时候再看校正的影片